英国非盈利组织药品可及性基金会日前发布调查报告 预警全球公共卫生资源聚焦中共病毒 但对下一场大流行性疾病毫无准备 特别指出曾在印度等地爆发感染的尼帕病毒 致死率高达40%至75% 目前仍无药可医 另外 美国疾控中心CDC的科学家预警 下一个大流行的病原体或许是名为耳年猪菌的真菌 它的死亡率高达30%到60% 同时对抗生素具有抗药性 所以被称为超级细菌 危险的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注射的针筒等等 传染到人的血液系统 而且呢 其实短短的几年里面 在很多很多医院都发现了这个真菌的普遍的传播 而据印度斯坦时报和CNN等媒体报道 近期在非洲刚果的偏远小镇 一名当地女性感染了一种人类未知的病毒 症状类似感染爱博拉病毒 曾发现爱博拉病毒的塔姆福姆教授警告道 人类处于一个新病原体将出现的世界 这是对人类的威胁 他还预测未来的大流行病会比新冠更具灾难性 世界卫生组织对这种未知名 未来可能会引起流行病的病原体 临时统称为X疾病 如果有比较大的病例爆发的话 很多国家的医院系统 医护系统就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总的来说这几个方面 我觉得对整个全球的健康方面 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新谈人记者宇婷 纽约报道 感谢观看